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到目前的大盘是已经准备要来挑战18000历史的新高了 不过从去年到今年你会发现其实大盘指数涨一波可能就会急跌 急跌之后又急速的反弹 那到底在这个历史高峰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心态跟什么样的策略来迎战 有哪些重要的转折指标是未来你在操盘一定要紧盯的 同时目前去展望明年新的未来 到底有哪些新的商机新的产业将会独领风骚 这些相关的重要的趋势产业个股的内容 都会在这个礼拜天的线上演讲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好好的来聆听这一次非常难得的线上演讲 那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能够参加这次的线上演讲 一定要事先报名 再一次提醒与强调一定要事先报名 好那回到目前的盘势来看 大盘指数其实还是非常的强 那点到五日均线就上 基本上目前就如同我的预估 它是正前往创新高的路上 价量配合中线指标保护短线 那当然类股之间还是呈现轮动 不过这个轮动越来越健康 因为其实不管是大型股小型股 有没有获利数字 有没有业绩的公司都加入了这一场战局 所以我想这个就吻合我们之前跟大家提醒的 通常大概11月到隔年的2 3月左右 这约列大概4个月前后的时间 是一年当中操作台股最为重要 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 当然也可以说是获利最甜蜜的一段时间 所以你们不要 因为过去可能有一些股票操作失利套牢了 然后就一直停留在原地等解套 那会浪费了这一段行情 因为这段行情假设有4个月 那你每错过了1个月 等待了1个月 那4个月就剩3个月 3个月你又继续晃啊晃啊观察 又过了1个月 那3个月又剩下2个月 那这个其实是很可惜 因为时间永远不会重来 行情绝对是不会等人的 那到目前来看 当然这个盘你说你要做长做短 做当冲 做有业绩的股票 还是做一些题材的做梦股 我觉得都无妨 但是重点是魏阳老师跟大家讲了 这么多族群 这么多个股 你不要想说吃到饱 什么都要做 到时候什么都没有 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段时间 比如说盘面当中元宇宙 什么股票最威 什么股票最猛 大家都知道啊 当然就是宏达电威胜 那或许有的人有参与 有的人可能做短打当冲 有的人甚至可能是放空 那不管怎么样 其实你做那些股票能赚钱 但是魏阳老师这段时间 带领家族朋友 或者说在电视上跟观众朋友们 所介绍所聊到的个股 你会发现也有很多 我们是坚守我们原来的看法 我们的立场 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那配合技术现行 跟筹码的观察 做来回操作 就算我们没有去买宏达电 我们没有去买威胜 我们一样可以带来 心安又满意的报酬 那讲到像宏达电 威胜这些股票 其实你说到底要怎么去观察它 那我要再给大家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只要是当冲比越高的公司 那你就越要跳脱出 传统的技术分析思维 当冲比有的公司可能十几% 二十% 有些公司到五六十% 甚至七十% 只要这个占比越高 那你要想它今天的股价 主导的力量 就是所谓的当冲客 当冲客就是今天买今天卖 或者是今天空今天回补 无论如何今日事 它今日已了结完毕 所以今天的买卖的力量 它只影响今天的股价走势 形成了今天的K线的形态 这个技术面它跟明天 是不一定会产生连贯的 是必须独立切割来看的 那我这样讲 也许你会觉得深奥了一点 好像这是一个复杂的哲学 其实简单来说 以前的技术分析 如果今天买气很强 甚至买盘没有办法被满足 那你合理预期 正常状况之下 明天是不是续涨几率很高 这样听得懂吧 那如果以技术分析 你把它画出图形 是不是如果今天拉一根 出量的长红 那合理来讲 明天就是继续有红K 或过高的几率很高 这个是原本技术分析 它去记录反映 所谓买卖力道 就是这么一回事 可是现在的K线 常常会因为当冲改变 如果一档股票今天是长红 可是它的当冲比 假设有80% 那今天进去买的人 一直推升上去 让它拉了一个红K 可是到了尾盘跑光了 那明天它会开高 会不会继续涨 那重新去看明天的买盘 它不会因为今天想买的人 明天它一定会想要继续买 因为这些当中的人 它就是每天 可能让自己的心态归零 甚至是部位归零 那明天重新再思考 所以我跟大家讲过一件事情 你要去做跌生的股票 像航运股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你必须要先一段一段一段来看 不要一口气想说 我希望它涨个几层 我希望它能够让我解套 因为唐运股 每次一动起来当冲比就很高 所以你会发现 几天前还很强 结果昨天就跳海了 那因为我有讲过 这些当冲的人 他会依照整个当天的族群气势 甚至乃至于国际到台股的盘市 去决定他当冲要做多或做空 水能在周也能复周 他可以推上去 他也就能够踹下去 那我们简单就用实力来看 你看2603长龙 即便到现在 这个技术面 看似让大家觉得是一个 非常心动的底部 可是它到底有没有 控盘的大户阻力 尤其是主导 波段中长期股价走势的阻力 那简单来说 这种股票你当然要看法人 尤其又是外资 各位看一下 在打底的时候 外资的确是买多余卖 可是一拉伸上来 碰到季线半年线 外资立刻又反手卖股票了 所以外资的这一波短打 已经差不多快要又出光了 所以它又会陷入到 修正盘整的走势 那至于说当冲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像昨天 当冲比是57% 那所以最近都还是 维持在五六十七十% 所以当天气势不错 它就顺势一路拉台做多 拉台做多 反过来气势一走落 它就往下一踹 昨天跌今天会不会继续跌 那倒也不一定 这就是因为当冲比很高 昨天的涨 昨天的跌 跟今天的涨 今天的跌 它每一天都是一个独立事件 全新的开始 包含你说像威胜这些股票 它也是一样 昨天的当冲比82% 上冲下息 一定是有人追上去 结果发现苗头不对 然后又嘎掉 嘎掉搞不好还放空 放空下来 它打下去 就打下去 它又弹上来 这就是造成它当冲比 会这么高的原因 82% 但是昨天的当冲这么高 那也就表示什么 昨天想买想卖的 都已经离场了 今天会不会继续涨 其实跟昨天的这一根K线形态 基本上它已经没有关系了 听得懂吗 如果是以往 我们看到昨天的这一根K棒 一定会去说 爆波段最大量 然后高档十字黑K 这就是变盘讯号 对不对 那应该继续跌 可是它就没有跌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一根K棒的形态 是因为来自于八成的当冲 真正留下来的不就是不到两成吗 所以今天会怎么走 跟昨天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透过航运股 或者说像元宇宙股票 我这样子的一个实力分析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以往你所学习或观察的 这种K线的模式 真的很多都不一样了 不一定是什么底部出量长红 就会继续长 不一定是所谓的高档 长黑或十字线 它隔天就要转落 那你必须要去看 它当冲比低或高 如果当冲比低 那以往的逻辑还能适用 如果当冲比很高 你必须要练习 每一天是独立的重新判断 那当然这门功课 就是做短线的人 你必须要更用心的去修炼 但是如果我们操作波段 当然基本上 还是会以产业的影响力量为主 那回顾一下 这个礼拜我们的操作 当然这里面股票在轮动 所以我还是秉持一贯的一个策略 在这里不会去过度的 追高高档的股票 反而会让急速喷出的股票 我们先做调节或直接获利出清 那等待下一次再重新介入机会 因为轮动的时候 不要因为股票 好像利多出来或很强 涨上去舍不得卖 有时候适度的停利 没有卖来最高点都无妨 资金收回来做下一档 那我们先看 这礼拜我们去调整的股票 6443元金 这是礼拜二的时候 就跟各位讲 我们出清 当年股价创近期波段新高 那回头一看 6443元金 今天已经跌破35块钱 跌得还蛮快的 那当然这个跟近期的一些 产业的消息里面有关 那相关的讯息 我简单讲 就是美国过去 要抵制中国的太阳能 那包含就是如果他是从 这个东南亚设厂 然后出口的 那现在这个部分 拜登的政策有一些转弯 可能做松绑 那因此呢 对国内的太阳能厂来讲 这种转单受惠的利多 可能会落空 不过当然我没有这么看 这个有时间 我们再从产业面来聊 但是先回到个股上来讲 它本身当然就受到一点影响 但这里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 其实区间的一个走势 这个箱形 它下档的一个支撑防守 就在这个缺口 所以其实回跌也不是坏事 那这个缺口有手的话 它在这个区间下缘 应该还是一个 不错的找买点的机会 那将来其实还是要去留意一下 整个太阳能产业 还是未来的一个主轴之一 那其实这一次的政策 对我们台厂影响不大 因为我们早就不是以 去受惠所谓的一个转单 或者说销美为主 很多国内的太阳能厂 其实切入到下游 不管是模组或者说电厂 这部分的营运重心 都已经是放在台湾为主了 至于说援金来讲的话 其实它也有 其他一些业务的项目 包含是跟美国的特斯拉 跟特斯拉旗下的公司 还有SpaceX来做合作 这个我们就暂且不提 但是我觉得 如果你手上有持股的人 我倒觉得今天 这样的一个利空出来 倒不一定要去做杀敌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 3062建汉 礼拜四昨天又喷出了 那今天早上在公高 那因为短线 量滚量乖离大 所以先把党出清一趟 因为这档个股来讲的话 我提过很多次 它是属于低价位的股票 而且在市场上交投也很热弱 所以它的震荡一定会很剧烈的 涨的时候可能冲很快 但杀的时候也会跌很凶 所以这边来讲的话 保持一个比较灵活的操作节奏 急杀落底之后找买点 那急功反弹之后 乖离大的时候找卖点 那高出低阶是目前我的想法 那再来我们看到 新的股票 5222全讯 那今天又往上冲 创了挂牌以来的新高 那我们就顺势先短打 获利出清一趟 那这一次的操作 也算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率 一进场就开始喷 那说到喷 这个股性特别活泼的惊鸿 礼拜三涨停 礼拜四又涨停 那这一次它又是 连续的创历史新高 到今天虽然没有涨停 盘中已经来到280了 那越接近300 我觉得会是它中长期 一个比较大的压力 也可以说是满足点 所以基本上 今天再往上攻到280的时候 因为距离其实300 不到一成了 加上它跟五日均线 乖离蛮大的 那连喷三天之后 这基本上也差不多 可以先入带一趟 所以我们也先做获利了结 先全数出清收回资金 6104创围 那昨天涨停 今天也是再喷出 那乖离比较大一点 创历史新高之后 先减码一半 且战且走 那后续来讲的话 这些当然都是站在 趋势的一个浪尖之上 会持续的看好 但是相关的一个 股价跟业绩的比较 当然还是一个操作上面 要留意的重点 这个所谓的基本面跟股价 就像主人跟狗的关系 那所谓的股价 它就像是狗 那基本面当然就是 这个主人 所以这两者的方向 当然会是一致 但是有时候股价容易大起大落 特别是重要型股 所以急速喷出的时候 就要懂得 有时候该适度的获利入带 留一些给别人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多去关注股票 那么适时的去做调整 如果你在目前操作上面 有什么问题 需要我们的帮忙跟协助的话 欢迎你来跟我们做个联络 我们先休息一下 将来如果真的要去实现 所谓的传输无死角 这样的一个目的 我想低轨卫星的发展 就会是企业跟国家 将来力推的一个重点产业 台湾这边当然能够吃到的商机 相当的多 但是主要的一个业绩 所谓的爆发力 你要去跟过往做比较 因为有一些公司 可能是所谓的 低轨卫星的概念股 它咬到了商机 可是实际上的贡献 其实并不多 如果原本的业绩的机器 也比较高 成长幅度受限的话 其实就不容易产生 股价的爆发力跟期待 所以这里我觉得 大家去看一些 未来明星产业的 相关公司的时候 其实不要怕说 公司是不是过往 它的营收比较低迷 或者说公司过去 它的可能财报并不漂亮 不用太执着在过去怎么样 而是要去掌握住 谁真正有这样的技术实力 拿下比较多的订单 我们来看一下 3305声帽 这是目前在低轨卫星当中 相当值得留意的一家公司 那礼拜二喷出以后 当然接下来这几天都进入到整理 当然有时候股价 它适时的必须去进行一些 筹码的沉淀跟换手 因为当然你说这里 它会不会是一个底部 如果你跟过往起漲点来讲 它当然不能说是底部 但你说涨到这里 它会不会涨太多了 我跟大家讲涨的是不是太多 跟它过去涨了几% 一点关系都没有 如果一家公司没有成长的动能 涨了20% 30% 可能就是叫做涨太多了 可是如果一家公司 它未来的业绩 它未来的出货 是要翻倍 那你想想看 这股价它是不是应该 要去反映未来的将来的EPS 所以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 让一些可能前面 买在相对比较低价格的人 这里获利了结一趟 洗一洗符合 然后做中断的换手 这不是坏事 因为整理过后 这里它当然也有可能 又变成是另外一波新的起点 那为什么我认为深茂 有这样的潜力 如果我们先以两个部分来看 第一个就是在SPARE-X 它是打入SPARE-X 而且还成为它目前指定采用的 高阶席高供应商 未来地面接收端的设备 这个数量将会远多于卫星端 所以会随着地面的接收端的装置建设 然后开始大举的拉货 让数量倍增再倍增 另外一个部分则是在于 关于ESG环保议题 现在大厂当然都要推 减碳 环保 省成本 那Intel目前已经认证了 深茂的低温席高 将来导入到它的一个制程之后 那可以有效地减少碳排放跟成本 那未来会有更多的国际大厂 也都陆续地采用了 深茂的低温席高 所以这些出货量 将来都是要大举的成长 那还不止这些动能 将来我会再跟各位陆续补充 那我们看到技术面来讲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长线的大底完成 那突破颈限放量 有效地确认 所以未来它要走的 会是一个中长期的大行情 我认为这边来讲 当然你不用去做追价 可是遇到震荡整理的时候 去观察一下 如果下挡有撑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可以留意的趋势股 那2314台阳也是低轨卫星的受惠股 那股价目前也是维持相对高姿态整理 但因为这个礼拜 它比较没有像建汉那样子喷出 那而且因为建汉是属于低价股 我有讲筹码会洗得比较凶 那台阳反而在这里 上来之后它就呈现量缩 那出量的时候它就拉红K 量缩的时候它就休息 出量的时候它就拉红K 量缩它就休息 基本上这就是一个整理的一个架构 那目前来说 还是沿着上升趋势线 那呈现多方的趋势 那我认为它可能会稍微在这里压一下下 那但是公司因为后续要办理现金增资 目前都还没有定价 那就表示说 第一个要增资通常就是 对未来的订单 对未来的扩产 它是觉得有信心有必要的 那第二个来说 如果要增资价格拉高 对于筹资会比较有利 所以通常要现金增资之前 尤其是定价之前 公司会比较偏多一点 那我们另外也有一些灵活操作 像2486一拳 逢高出新之后 耐心等待它拉回量缩 回撤月线有手 月线持续翻扬往上形成助长 那再一次买回之后 那今天也是 又拉出了一根长红K 那准备往前高 再去做一个靠龙挑战 那同时我们也看到 3707汉蕾 这是属于原本投心任仰的强势族群 那我们跟大家提到强势股呢 拉回你还是要留意 因为这个就是明年的重点之一 那讲到第三类的半导体 我想盘面当中最重要的指标股 就是汉蕾 它是唯一一家 能够横跨碳化系跟淡化加的代工厂 那这里月线附近量缩 投信卖超减缓 而且卖不跌 怎么卖它都跌不下去 这就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讯号 这里重新接回之后 股价又往上去做推升 所以做短线的股票 你要去留意筹码是不是随时有改变 留意一下 当冲比是不是居高不下 那做波段的股票 其实最重要还是在于产业的趋势 那未来它在明年甚至后年 整个接单跟营运的爆发力 那相关的趋势产业 跟未来的长波段的倍数标股 如果你要学习更多 那不妨在这个礼拜天 周末抽出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参加魏杨老师的线上演讲会 这个活动一定要事先报名 11月14号礼拜天下午2点 我们到时候见 祝大家操作顺心 周日见 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选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慧真正 HA float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